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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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访欧结果满意吗 一下飞机就热情地和在场等候的媒体打招呼 前总统蔡英文 20号凌晨5点多结束访欧行程抵达台湾 面对记者追问对这趟出访是否满意 蔡英文仅微笑挥手 不过她在脸书上给了答案 PO出反国的照片 内文中写道 其实个人的满不满意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台湾人民对访团的支持 还有世界因此看到了更多的台湾 同时蔡英文也对于这趟行程所见到的人事物 表达感激之情 旅途中惊喜遇见小英总统 台湾游客忍不住冲上前打招呼 让蔡英文倍感温暖 同样让她在异乡感受台湾人热情的 还有这对在巴黎经营面包店的夫妻党 欧洲的互动松暖 蔡英文感激更认为是一起走向世界的力量 国民外交增加台湾在国外的能见度 政治人物的出访更是一大助力 蔡英文以现任总统身份出访 成为第一个前进欧洲议会 也是首位造访法国的前总统 学者认为小英累积的八年政治资本 能有效建立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们的政府可能基于一个没有邦交的问题 没有办法说去出面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蔡前总统他只是一个民间人士 而他又很高的国际的声望 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做这样的事情 来去团结全世界对我们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价值 因为资源我们台湾的一个国家 不只学者肯定外交部也在蔡英文返台后 发新闻稿强调民主自由价值就是我国最好的外交利器 除了台欧关系日渐紧密 学者认为蔡英文下一站除了访问美国外 还有机会出发日本 加拿大等等没有邦交的国家 蔡英文身为台湾最佳代言人 以行动告诉国际台湾走向世界的脚步不会停滞 机器人众号报道